这是我们设计制作的安东诺夫005 在三年前,第一次听到 安005被俄乌冲突的战火摧毁 不知道你是怎么感受 反正我是充满了遗憾 不是航空爱好者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我看着历史影像 眼眶还会时不时略在思论 这台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后来我就一直有计划 自己设计制作一台 安东诺夫005的遥控寒模 两年前,我也尝试制作过一个泡沫版机体 但是强度太差,被放弃了 后来重新做设计 优化启动外形和机体结构 但是我去年一直在研究绩效飞行器 安005项目就在电脑里面吃灰了一年 今年复合计划再次启动 这次我想还原出 人类群星闪钥匙的一个历史片段 曾经含天使的奇迹 这次制作将采用多种不同的工艺结合 机体白色部位都采用3D打印完成 机身主体 机翼的全部控制垛面 发动机吊餐 包括垂尾和平位 材料用的是发泡ASA 重量特别轻 这给起楼架和机体结构设计 留足了余量 一架起飞重量20亿公斤的飞机 只有一个外壳 强度肯定是不够的 内部还需要添加龙骨支撑 提高结构强度 用来连接起楼架和机翼这些核心部件 最后进行整段平接 架线的摄影 放线 记忆主体部分是段木成板搭建 内部添加碳纤维管提高强度 表面覆盖青木片 剩下的部位依旧是3D打印完成 动力系统采用6台含道推进器 动力电池都是来自于之前的载能地窖飞行器 两组电池6台动力全开 总吹力达到14公斤 满油门功力直接干到10千瓦 机身和机的表面都需要一件波纤布 极高整体的强度 不然大过载极大概率会发生空中解体 全部制作完成 起飞重量达到了20亿公斤 我的严重怀疑还能不能飞起来了 作为寒模 这个推重比只有可怜的0.66 最后进行整体分析散射 涂砖我选用的是前苏联的红色 来很久了 对 下苏联的红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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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是个厉害的 这是俄罗斯 呼叫塔台,安安二五遥控模型,申请进跑道起飞 好的,收到,现在进跑道 走,走吧 省点电,推过去 先跑一下,看能不能跑直 锦衣先关闭 有点往右边偏 锦衣全开 来,我再跑一下,开着锦衣拉个大油门 拉杆 起飞 哇,60%油门起 哇 哇 但是,上面那个有个问题 那个盖子开了 锦衣关一旦 重心有点头重 我说的没有错 右转,来个地空通散 哇,帅 来了,来了,来了 这半径好大 哈哈,吓一跳吧 我当时也吓一跳 我都准备去捡飞机碎片了 还好后面拉起来了 但是,这情况 隔禁银里面几乎一模一样 速度不够 飞高点 左边,两个地空通散 来了,通散 好,降落,降落 先检查一下 哇,早,不要搞霉了 哇,帅 我操 我就讲嘛 这种常规的飞机是特别稳的 刚刚就是那个位置 有可能速度太快了 然后冲下去了 一下没拉起杆来 然后也有可能是速度太低了 我刚油门一直很低 它起飞的油门就60% 就能起飞 刚没有推满油 我现在也不太敢推到很满的油门 烫是很烫 但是我觉得 还属于正常温度 有散热 这台R2005 尝试了特别多新工艺 所以有很多地方制作的并不完美 为了控制重量 表面没有刮腻值打磨 纤维纹里特别的明显 起锣架设计的也有问题 会有卡住的贴力 电条也没有考虑好散热 所以顶盖是开饭的状态 能耗也巨高 飞行时间只有4到5分钟 这台飞机配合涡风使用才比较合适 你们想不想看 想看的抓紧点赞 我优化我全部问题 使用涡轮喷气发动机 重新再制作一台 带着暴风雪号 呈现人类那璀璨而辉煌的历史时刻 米利亚肯定也想 带着曾经的伙伴 为梦想再次启寒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 您的支持只有根据最大动力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